大概重點,基本上我也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那你們可以找到第四個單元 裡面的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這個 奇交所的匯率歷史,是這個檔案 那這個裡面的話呢 前面部分的話呢,主要我們就是講到直條圖繪式 繪式圓形圖 那直條圖相對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圓形圖的話可能要分三個部分來完成 包含就是說產生圖表,然後再產生這個資料標籤 再把資料標籤變更之後 然後再把台北的部分把它炸開來 把它往外移動12點 那最後的話就是刪除圖啦 OK,大概是這樣啦 那再來的話呢,後面我們上禮拜其實有講到有關 這個台北的氣溫跟降雨量的這個範例 那基本上呢,氣溫跟這個降雨量 基本上我是從那個 就是中央氣象局的網站所抓出來的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這邊有一個連結 等於在那個雲端白板的第九頁的地方 看一下這邊有一個那個 這個中央氣象局的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主要我是取這上面的那個氣溫的部分 跟那個降雨量的部分 這兩個 OK 那當然理論上最好 當然這個資料 如果可以全部完成是最好的 不過因為這個資料太多了 所以我們先找出一個台北市的部分 所以我是把台北的這個資料把它複製貼到那個Excel 那複製貼過來的話 當然它本來橫向把它改成縱向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貼上的時候選擇 選擇性貼上可以用轉字就可以了 把它轉字一下 它可以把資料貼過來 然後降雨量部分的話在下方 OK 所以這個地方也有個降雨量 那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做出什麼呢 能夠做出類似像這邊有個組合圖 組合圖的部分的話呢 我是希望能夠怎麼樣呢 把那個它的氣溫 也許從那個網路上抓下來 其實氣溫部分貼過來 1到12月 就是這個資料 然後降雨量的話在這邊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能夠把它放在同一張圖裡面的話 那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當然我們是把這個步驟錄製下來 當然上個禮拜應該有講到這部分嘛 然後呢 我們第一個當然就是先 就是先彩排過 然後呢 再根據這個範圍 我們用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 我們的直條圖 OK 直條圖部分 但是插入直條圖部分的話 當然你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如何把它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這個 F2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點呢 移到這裡的話 比如說剛好我要位置剛好放這裡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 它這個寬度部分的話 剛好就是10個欄位 F到O剛好10個欄位 有沒有 它的寬度都10個欄位 所以乘上10 那高度 我是希望 能夠跟這個 這個表格一樣的高度 就是說從那個 第二列到第15列 所以啊 總共14列 要乘上14列的高 10個欄位 那我 怎麼可以 一鍵就可以完成這個 當然第一個 我們可以錄製聚齊 錄下來之後的話 再來做一些修改 錄的部分的話 上禮拜有做過啦 錄完 我demo一下 這個 執行過 OK有沒有 你會發現 它就會剛剛好放在這一點上面 另外的話呢 它的寬度呢 剛好就是10個欄位 所以F到O 剛好就乘上10倍 我跟你講10倍 然後這個高度的話呢 剛好乘上14 那這個動作怎麼做 其實這個也是 上個禮拜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 這個也是坊間的書籍 或者是你Google 你要找到 能夠把它放 圖表能夠放在你想放的位置 並且設置 你想要 這個調整的寬跟高 我想最困難的部分 那首先的話 當然呢 如果你要把這個圖表 做成那個綜合 就是組合圖的話 那有一點可能要注意 就是說你必須 先選範圍 選B3到 這個D15 然後插入這個圖表的時候 其實我們主要移到這個點 當然如果手動的話 你移到這邊 然後把它放大 放到O到 O到這個 才是 OK 然後呢 如果你要變更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 那個藍色氣溫的部分 把它做個變更 那為什麼要需要組合圖 其實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就是說 降雨量 跟氣溫 它這個軸 的刻度相差太多了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降雨量 最高到400 那可是問題 氣溫最高 不過到30 那如果說 我假設 我都用同一個軸的話 你會發現 那個氣溫 會變成 比較沒有辦法 辨識出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 每個都好像 氣溫到底高還是低 其實看起來都蠻低的 那怎麼辦呢 一般的做法是什麼 把這個 這個 氣溫的部分選起來 選的時候特別重要 一般習慣是點它一下 按右鍵 那你可以再重新什麼 變更那個什麼 這個數列的圖表類型 點擊之後你會發現 它就會自動幫你偵測到 組合式 為什麼 因為裡面如果假設 有一欄以上的資料 因為我們氣溫跟降雨 有兩個欄位 所以它會偵測到 你有兩個欄位 那你是不是要把兩個欄位 分別用不同的那個圖表類型 對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當然主要我們是希望 能夠把氣溫的這個刻度 產生一個附作標軸 OK 特別注意 附作標軸 所以我這邊把它打夠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它會幫我產生一個 副軸 但問題你如果按確定的話 它會變成這樣 疊在一起 主軸跟副軸 但你會發現 它會把氣溫有沒有 氣溫的軸 放在這個刻度 0到35 OK 因為它最高有接近30度 所以呢 但是這個地方的話 會有個問題 因為你會把 如果兩個 假設疊在一起 這樣基本上降雨量就看不出來了 所以 理論上一般習慣 會再把什麼 把按右鍵一樣 變更這個 數列的圖表類型 把這個圖形 類型把氣溫改一下 不要兩個都會用直條圖 兩個都用直條圖 然後會疊在一起 那怎麼辦呢 一般習慣 會用什麼呢 折線圖 OK 折線圖 然後呢 並且我選那個 有Marker的 有標記的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 這個時候呢 那就產生我要的 這一個 組合圖部分 那當然呢 如果假設了 我們未來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把那個全省 你會發現那個全省的氣象 從淡水 一直到底下 這邊還有無期 我算一下 大概24個吧 如果今天每個都想要 把它畫出來的話 那如果突發煉鋼來做 變成你要做24次 那如果有沒有什麼 而且這個資料 假設每天都變更的話 那你每次都要做一次 其實蠻浪費時間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一次性的 就可以自動幫我完成 當然是一個 一個理想 那第一個是希望怎麼樣 可不可以把這個 變成一個自動化 當然我們上禮拜 錄下來之後的話 後面的話 大概改幾個地方 比較重要的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 錄下來之後的話 第一個 我們Active Shoot 那前面講過 Active Shoot 指的是這個什麼 這個工作表 目前活動的 就是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那個 shape 圖表 它這個圖 幫我什麼 add一個chart 在這個圖 add一個這個圖表 然後用的版本 特別重要是2 不過2 可能在2010以前的版本 可能會出問題 那後面的話 最最最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我後面其實 是加了4個參數在後面 OK 本來是沒有這4個參數 那這個4個參數 非常的重要 它預設的話呢 會幫你產生那個圖表的樣式 就是那個直條圖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希望能夠把它 怎麼樣 放在這個位置 而且寬度呢 剛好是10個欄位的寬 高度的話呢 是10列的高的話 特別注意喔 必須要在這個後面 加一點東西 加4個參數 那其實這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其他导是比較 比較沒那麼複雜 裡面大概 底下還有什麼 底下大概這個 設定它的什麼 它的source 這個source 我想比較沒什麼問題 因為source 就是它來源部分的話呢 set data source主要是在哪裡 B3到D15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底下的話呢 其實我們剛剛按右鍵 產生複軸的話 其實就兩行程式 這行程式就是什麼 Full Serial Correction 1 就指的那個部分 按右鍵 變更圖表的樣式 就是XL Line Marker 就是氣溫部分 然後複軸的話呢 這個Acess Group 這個等於2 複軸的話等於2 等於1的話 就是主軸 大概就兩行程式 其他的話就是什麼呢 再增加什麼 增加那個標題名稱 OK 就是說我們那個圖表上方的名稱 然後大小跟顏色 另外的話產生什麼 產生Legion Legion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我們的那個樣 那個圖表的那個樣 那個什麼 圖例啦 圖例部分 那當然最重要是改這裡 所以後面的話 有四個參數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移動到哪個位置 移動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其實喔 這個位置 首先的話 那你就要知道說 這邊其實有一個 坐標 我們可以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儲存格啦 那這個儲存格喔 如果以後你要出 叫出這個 這個儲存格的話 那你就要 使用喔 那個 前面有講過的 如果儲存格的話 你當然有兩個方法 一個用Sales 一個用Range 不過喔 以這裡來看喔 你用Sales其實占不到便宜 我建議你用Range好了 Range的話 指的是範圍 或者儲存格 那我就跟他講說 喔 F2 OK 那 我要根據他的座標喔 F2的座標 那F2的左 左上 的這個座標 那座標的定位喔 特別是喔 在程式裡面喔 需要兩個 一個是 Aggle的方向 水平方向 我們一般叫Labs 垂直方向的話 叫Top OK 所以我就取得什麼 取得那個 儲存格的 第一個喔 我要水平方向 所以透明的話 你加上一個Labs Labs 指說 我要根據 那個F2的 左邊 其實就這一點嘛 左邊的這個 水平方向的點 OK 第二點的話 那我要根據 垂直方向的話 我要根據 這個儲存格 所以喔 你可以把這個儲存格 逗點之後喔 後面呢 你再加一個什麼 F2 然後點 後面的話呢 叫Top Top是垂直方向 也就是說 如果你執行他的話 如果假設 我們現在F2 假設直接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現在 Add2的話 他會畫一個 這個大小 而且喔 你會發現 他就直接幫我 放在這個位置上面 OK 所以喔 增加這兩個 參數的話 指的是放哪裡 但是 第二個 可能還要注意 就是說 那我的寬度應該多少 欸 寬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那就跟這個儲存格 的寬度喔 把它 剛好這10個儲存格 所以這邊乘以10好了 欸 那我怎麼知道呢 儲存格的寬度是多少 欸特別注意喔 接下來你可能要知道喔 儲存格取的方法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第三個參數 這第一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第三個參數再豆點一下 那我要根據這個儲存格 所以一樣喔 你可以把Range F2 複製過來 我習慣拖拉加Ctrl鍵喔 然後呢 如果寬度的話呢 它的寬度喔 你把它點一下呢 後面就有一個 屬性叫做Wiz Wi 所以你大概記一個 W開頭的Wiz 這個的話呢 指的是 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但如果說你現在用真它的寬度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圖會變非常的小 我要10倍的話 然後你就乘上10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它就剛好幫我把這個地方調成10 那後面豆點 高度多少呢 那一樣喔 把這個F2的 這個 再複製過來 跟它的高度 高度的話有個屬性 叫點什麼 點H啦 H開頭 它叫Hite 這個 這個 這個屬性的話就是它的高度 那我如果要剛好14列的話 有沒有 第二列到第15列 剛好14列 那你可以什麼 把它乘上14就可以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再來 把它倒側 這個的話把它重跑一下 或者說 如果你不想要把那個 程式重跑的話 不用停止啦 你可以把這個箭頭向上拉 向上拉的話 實際上喔 就是讓它重跑一次 如果我執行這一行的話 它會畫出來喔 第一個喔 指定它的座標 就是F2的那個 左上的座標 然後寬度的話呢 剛好就是到O的部分 OK 大概這樣 一個到O的部分 好像差一腳 為什麼 那高度的話呢 這是從第2列到第15列 位置大概差不多 不然有差一點點 不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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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高度的話呢 舊版的沒有這個問題 新版的這個問題 好 不過好像 點一下你會發現 它寬度好像又OK 可能是它裡面底下的畫布 它有個邊框吧 好 不管 那再來的話呢 把那個 裡面的圖表 設定它的來源 然後呢 再把這個 第2軸的部分 設定為什麼呢 設定為那個 有沒有 先把氣溫的部分 氣溫部分呢 改成那個 就是 Marker 有標記的折線圖 然後再把它增加一個負軸 叫Asus Group 等於2 OK 然後呢 再變更上面的標題 這個標題前面講過 然後18 紅色 這個紅色字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增加一個 就是圖例啦 因為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上方沒有任何圖 圖例說明 所以我再把這個圖例打開 圖例打開的話 就是叫 has has selection 等於true OK 好 圖例就出來了 但是圖例呢 我希望放在哪裡呢 希望放在下面的話 不要放在右邊的話 那其實可以再修改什麼 圖例的位置 圖例的位置 其實你如果這一行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 去變更圖例位置之後 把它錄製下來 就這一行 就把它放在下方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了一個 這個上個禮拜講的圖例部分 那今天的話 我是希望 所以把這個綜合起來 那再把它圖刪掉 刪圖我想上禮拜也講到 刪除圖 OK 加一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希望把它做個變化 變化什麼呢 請你在底下 再增加一個高雄 什麼增加高雄 你先把這個 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把它間隔一個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把上面改成高雄 那底下的資料 其實 你就可以直接從什麼 從那個 網路上面抓 有沒有高雄在哪裡 高雄 你先找到氣溫好了 氣溫這邊 那高雄部分的話在這裡 那怎麼樣把高雄的資料抓過來呢 1到12月嘛 你就把這1到12月的資料選起來 複製 當然啦 比較沒那麼聰明 但最好是可以自動化啦 如果你們不知道怎麼樣去寫那個 你就把選擇性貼上 先把它貼上好了 貼上然後呢 選擇那個符合格式好了 先貼氣溫 然後呢 再貼什麼呢 我把它再貼到什麼 降雨量的部分 然後再貼高雄的降雨量 1到12 這個平均跟統計前面就不要 複製一下 然後再貼 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把它貼上 然後留格式就好 再來呢 把這一些範圍資料 把它再貼到哪裡呢 把這個範圍資料貼到這裡來 那一般 本來橫向變縱向 其實有個簡單方法吧 你就把這個範圍 複製 C-C 然後貼的時候記得喔 不要直接貼 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再選擇性貼上 找到什麼呢 特別是有 找到轉字 特別說轉字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可以把這個資料 把它轉個90度 轉個90度就對了 OK 所以轉90度剛剛好放在這裡 然後呢 這裡面的格式我通通不要 我要保留原來的 就是跟上面一樣格式 所以請各位貼上的時候只有直要 不然它裡面如果本來有格式的話 會帶過來 所以我只要直 轉字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喔 如果你假設不用寫程式的話 其實用這個方法也OK 把它確定一下貼過來了 OK 資料就有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貼完之後再把它delete掉 欸 那delete了掉之後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個變化題 什麼變化題呢 就是 我希望呢 能夠把什麼 把台北的下面喔 再畫一個高雄 高雄的話呢 那一樣喔 其實就等於就是 我希望呢 坐標本來在對齊F2嘛 那我現在對齊哪裡呢 這個 F一樣F F17 那寬跟高一樣 那所以喔 要怎麼樣剛剛好 把上面的台北的氣溫 跟降雨量改成這個高雄的 組合圖高雄 有沒有 點一下 這邊就多一個高雄的氣溫和降雨量 那主要當然我是希望比較一下喔 到底 這個高雄的氣溫跟降雨量喔 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差別 其實喔 台北已經下了很多天的雨了 但高雄 聽說是 這個天氣非常的晴朗 出大太陽 欸 所以你可以看到啦 如果說比較之下 像現在12月份呢 降雨量喔 不過應該也不會下這麼多雨啦 有沒有平均 應該最 會最下雨的應該 在9月份吧 那為什麼12月還在下雨 OK齁 那當然高雄的話 你會發現 從那個10月份之後 基本上是不會下雨的 一直到4月吧 所以其實你到高雄去啊 其實很少遇到 就好像去高雄從來沒有印象 從來沒有印象 有下雨的印象喔 那這個會下雨喔 降雨量會這麼多 我印象中好像應該跟颱風有關係 所以今年會缺水 因為可能 因為今年好像完全沒有颱風 可能是不是有點關係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那個 就是 我們 這個資料是放在第9頁 這個資料 你可以把它貼到這邊來 當然這個只是台北啦 那我希望做完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改成什麼呢 改成高雄的部分 OK齁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它改成高雄 那剛剛的程式啊 黃色的區域 就我剛剛改了 四個參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